大家好 歡迎收看阿高爾的建基石油頭 建基石油頭幫他吃什麼呢 沒錯 我們好鄰居全聯 那因為我們開箱完全聯之後呢 很多的聽眾朋友啊 觀眾朋友 一直在安門裡 一直傳訊息 說我們一定要開箱這個 不然他半夜會睡不著 半夜會有噩夢產生 就是要開這個全聯跟拆領連連的 這個新系列的甜點 那總共有四款 那我想說有時候有甜有鹹 三餐才均衡 人生才活著健康 所以我們就幫他安排了幾款 鹹食來彌補 讓今天的開箱看起來非常澎湃 那大家今天這些新品呢 吃起來怎麼樣 我們一一來幫大家開箱試吃 好 第一款來頭個不小 他是全聯獨賣 日本大阪的王醬 水餃跟煎餃 哇賽 你們去大阪有吃過人家嗎 有 你有吃過 等一下呢 我們就讓獨色頭來評啦 但是已經五六年前我已經忘了 他標榜說他是日本的配方 但用台灣的豬肉 很有誠意喔 重點是他的水餃好像是什麼 日本賣的最好的 他上面寫 他上面寫什麼 連續六年日本的 國內水餃銷售No.1 就是日本的八方雲集 八方雲集他們賣最好的水餃 應該吃吧 吃嗎 不是還有四海魚龍嗎 老公了吧 那你把冰冰姐放在哪裡 很辛苦 辛苦 對 我覺得好辛苦喔 沒有沾醬 好 這個看起來好像很家常的感覺 我好像也可以包得出來 它的肉量其實是蠻多的 從我看它的外觀跟現在一路口 它的肉的衝擊性非常嚇人啊 我覺得皮真的只是單純給它一個Q彈的口感 那個肉的醃漬的香味 其實讓整個水餃的存在感很多 這個水餃你一天可能只能吃三顆 很重口的水餃欸 而且好險柚子你沒有辦法用醬料 完全不用醬料 它那個吃起來真的很香鹹啊 像我喜歡重口味的人 我就覺得它那個存在感 然後我覺得它的肉餡比例 也不會太差 它裡面也有一些蔬菜 讓它吃起來脆脆 接下來是他們的尖餃 所以尖餃沒有消受No.1了是不是 佑哲現在在學廚藝啦 他昨天做的那個什麼 什麼洋蔥蒜頭 什麼什麼白雞湯麵 我想說看起來 我覺得它的調味都是一樣很重口 但是它這個明顯 它的那個五辛就比較少 就是比較多就是薑的味道 他們兩款吃起來對我來說 有點重鹹啦 就是肉已經本身就是有用醬油去醃過了 所以它吃起來是很強烈 我覺得這個年輕人會喜歡 沒有日式煎餃通常你就是一盤它 然後你要配一個阿大利 我覺得OK啊 但是可以再那個 怎樣 師傅可以再吃 差一點 好 我剛剛很像 很像在吃水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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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烤喔 好接下來這一款 也是麵食類 鵝油雙蔥煎餅 來看看它煎出來到底好不好吃 嗯 吃得很好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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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的油香啊 我本來以為 我有點怕 就是說它真的會很油 可是沒有耶 它就油脂這個香氣 然後因為 把油啊跟蔥啊 它塗在裡面 所以它一咬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那種 鵝油的濕潤感 跟蔥的味道 會在突然某一個地方爆炸 就是你踩到地雷 然後不知道走過去 碰 欸很好吃耶 我喜歡這個耶 而且它做的 我覺得蠻有創意的 嘴巴留下來的那個 油香是真的蠻重的 嗯 好吃耶 這個想買耶 我喜歡蔥蔥蔥蔥蔥 但是這個吃不全 因為它比較厚 所以它沒有像蔥蔥那種酥酥的 對對對 它沒有那麼 所以我覺得很厚的麵 對 比較還好 黃金蟲炒雞湯 名字非常的響亮 東蟲下草是不是好補啊 觀眾朋友 是不是裡面又是一隻拳雞呢 咱們來看看 噹噹噹噹噹噹 蛤 蛤 竟然沒有一隻拳雞 果然蔥蔥就是有價 沒有辦法放一隻拳雞 它裡面就是有一個一個腰包耶 它打開來就感覺沒有那麼澎湃 因為我的干貝雞湯可是一隻拳雞呢 一句話解析它 比較甜沒有那麼中藥材的媽媽在喝的 飾物雞湯 我覺得飾物雞湯它比較苦一點 這個比較溫潤一點 出入中藥材的人 你可以冬命進步選擇這一款 我覺得它喝起來真的是滿暖的 好 那吃吃看它的豬肉囉 我覺得可以 我以為它就切塊去煮之後會變得比較柴 但是它還保有一定的水分啦 嗯 這個也是新品喔 來自桂冠的墨魚漿 我當時好吃多了大壽 對啊 我當時我是那個紅玉堂 對啊我們 這次就是要讓他們兩個在我們的節目上面施殺 是不是 見血流成河 對 連吃飯都一樣 如果它沒有比紅玉堂好吃 我可是跟它沒完沒了的喔 嗯 哇嗚 嗯 嗯 我覺得喔 不分上下 博仲之間 評分宣制 我覺得它有一個很棒的一個心意 就是它除了花枝啊 魚漿啊 跟蝦子之外 它加了 魚卵啊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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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一小時你家家家人家 但是它其實不多 可是就是你咬到的時候你會覺得 唉唷有點開心 啵啵啵啵啵啵的 但是不多啦 重點是我覺得這一款很難 我們一樣的煎法一樣的火 我覺得它吃起來比紅玉堂的會再更Q彈一點 更像花枝丸的口感啊 我覺得它口感很好 口感真的超棒 比較Q Q彈多了 口感超棒 接下來這個呢 作為進入到我們的甜點喔 荷蘭蜂牛奶鬆餅 哇 哇 它一顆小小的東西 爆發出一個大千世界的幻境 它怎麼可以有這麼多的能量在裡面 這是小型的手榴彈 從皮進去之後它的內餡 然後開始你的唾液要進去很久之後 才會把它的味道釋放出來 然後跑出來就是有焦糖的味道 然後麵液的味道 然後奶油的味道 糖的味道 整個這樣的時候是破龍而出耶 這樣子 誇獎還是 可是我覺得它組合起來 對我來說它好像太分離了啦 內在其實是太多層次了 是沒有緊密結合在一起 它可能用烤箱加熱 但那烤箱加熱只是微微的 讓表皮稍微有點脆脆的口感 好接下來到我們的重頭戲 蔡依林的皇后陛下甜甜品牌 跟這個全臉的聯名商品 用的是粉紅八筆色加上黑色 這個就是大家公道自在人心 美觀是主觀的 但也有些設計蠻有趣的 像我剛才就是聖戰街這一款 我們也是第一個要吃它 可可圓舞曲 最後先是上面有一個鑽戒啦 我就是希望收到的女孩子會開心吧 上面是它的狗啦 我們先把愛犬拿走 這個不能吃 然後我們就來看看它中間會不會有夾心 一切入魂 有耶 而且還有 感覺還有櫻桃或者是一些果醬 那確實我覺得一入口了之後 其實讓我覺得 比較有點失望的是 它的蛋糕體本身已經太過於濕潤了 是說它都沒有水氣 所以吃起來會有點濕軟 但我覺得它的巧克力味道 跟它的用的酒釀櫻桃 我覺得是OK的 它口味上的調配我沒有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而且吃起來也不會到死甜 油在嘴巴後面的巧克力有點苦味 跟酒釀櫻桃 最後那個氣泡酒精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符合 黑森林蛋糕的一些中指跟精神 那這個我就給它過 好 下一個要開的是黑鑽可可罐 也是這樣子有個小提法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移出來 是一開罐耶 好可愛喔 貓罐有 喔 上面有小的可可碎片 好 有爭議 不錯不錯 來 那我們要吃喔 蠻好吃的耶 我覺得主題是吃很多巧克力味道的鮮奶油 中間白色那一個呢 我覺得增添一點滷味 我覺得是很滑順的 而且口味會在你的嘴巴裡面 就是怎麼樣 達到一個平衡 然後留下來的就是 香甜的奶油味 跟巧克力的苦味 那我覺得他們家的這個系列 我們已經開了兩個 我覺得慢慢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他們抓到了現在很大的食用習慣 就是他們真的想要表現出巧克力的味道 不是要讓它很甜 就不是那種死甜的蛋糕 下一款呢 真果生巧蛋糕 我本人很哈真果喔 如果它叫成真果 我就跟它在一起喔 是這麼的哈喔 欸 我覺得它上面做的樣子很棒耶 就有點瘦路巧克力的那種形體喔 就是有一點凹凸不菌啊 然後撒上可可粉 我覺得它就算放在盒子裡面 它的美觀還是有分數的 踩到我的一點點 就是它明顯偏甜很多 然後我覺得 它的美一層的口感沒有做出突出 有蛋糕體然後有慕斯 可是吃起來其實它全部會在你嘴巴 就是混在一起 最重要最重要這一款 為什麼沒有辦法touch my heart 它真果沒有那麼突出 它中間有一層啦 就是說它那個那一層就是 可能是真果跟其他的東西的加工層 它都吃起來會有點脆脆的 可能是跟白巧克力 可是如果它真果的味道蠻薄弱的 就吃不到真果的香氣 最後這一款好像是這四款裡面 沒有現出它的真容的 所以沒吃過的 你就是要看這一集 感覺就是應該是毛巾犬吧 很硬耶 巧克力真的 是一個聖誕樹幹蛋糕耶 我覺得這個甜品你吃得要有耐心 而且我覺得它會分成兩派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喜歡那個巧克力苦味的人 你會很喜歡 因為它確實是裡面四款 裡面巧克力味道最濃的一款 可能大家會覺得再來是它皮的那個口感 它就是那一種有如碎豹紙般的那種口感 就會一咬下去其實巧克力還沒有釋放的時候 你一直在感受那個皮很多層 你會覺得口感真的太厚重了 然後是因為我吃了巧克力 就覺得至少巧克力用的比較重一點 讓我在享受巧克力的味道 不過這個皮對我來說就是真的很干擾 不容易把它攪開 我就是覺得有點可惜 但是它巧克力本身的調味是好的 唉 美窩捲 我們最後做一個總結 今天推的就只有兩樣 第一個推薦還是本來應該在火鍋的使用上 帶我們創造一個新的風味 那吃起來跟好吃豆的紅玉航呢 其實我覺得落差不會很大 反而我覺得它是更Q 更像花枝碗的質地 第二款呢是蔡依林甜品的其中一款 其實它們都是以巧克力為主嘛 但我覺得現今大家的飲食習慣 就希望它不要太甜 會發揮出甜點的特色 那我覺得如果你要好入口 就希望它起伏太大 推薦你這個黑鑽可可罐 巧克力的調味啊 還有整個蛋糕的質地 還有它的這個方便性 我覺得就是有一個話題 那你吃的時候你會覺得合情合理 99塊OK給它 那去年其實還有很多的商品啊 大家要把它藏著噎著 因為我們每次開箱 下面都有很多人說 其實我只吃哪一家 它不講你 怎麼會有這麼XXX 要講跟我們說 我們就去買好不好 夜市甜點店 每個禮拜是每個禮拜天 應該是我們下次再開囉 拜拜 今天推薦的這個組合 我好像很常看到 你是說就是 貓咪的肉泥 你是醬肉泥這樣嗎 貓跟罐罐 罐罐 就是該不會就是 我們受眾是那個貓咪吧 主子貓咪 貓弩跟貓咪之類的 可能又要被全年討厭了嗎 沒有討厭啊 反正突然沒有被喜歡 我們是公道客觀的一個頻道 好 謝謝大家 再見